军兵器的发展呢 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我们现在就说冷兵器时代 热兵器有机会再讲 热兵器严格说跟我的专业没多的关系 尽管古代有热兵器 但是使用的很少 冷兵器时代 利兵器在进攻当中 主要是以剑血为目的 杀伤你要剑血 得有这外形 人剑血以后就会 一般人就会恐惧 尤其大量的出血 我们现在有人上医院 抽根血都能运针 你想你大量的剑血的时候 很多人从内心的恐惧 是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没见到 那么盾兵器呢 是要造成内伤 使你立刻丧失战斗力 你丧失了战斗力 那它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很多兵器 这个在利兵器和盾兵器之间游走 这叫利盾兼修 它既有利兵器 可以见血的特点 又有盾兵器的击打的重力 所以呢 它属于这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是一个综合体 我们利盾兼修的兵器 有什么呢 首推 简 简中国人很熟 中国人有一个词叫杀手简 简有四面 六面 我见过八面 有平面 有瓦面 有棱面 这是一个四面棱面的简 年代大概是明朝 它有钝刃 刃有利刃 很锋利的 这有钝刃 你手摸着的时候是有压力的 如果在重力下 这个简击打到你身上 依然可以见血 劈开肉绽 谁最擅长使简呢 秦琼 看我们那门神没有 隋唐演义中 秦琼呢 最厉害的一招叫什么呢 叫杀手简 他和罗城的回马枪齐名 我们今天啊 一到过年过节的贴门神 我们那个官府猫还做过门神的造型 这门神上呢 有这样一句话 叫双简打出唐天下 单边称其李江山 说的是李唐江山 我们的唐朝李世民的天下 杀手简呢 有时候也称 古籍上也有杀手简之说 杀手简是一个说法 我看到这些年关于杀手简的这个 这个消息越来越多 说法越来越多 就说当你面临险境的时候 一方抽出简来 回身给敌人致命一击 杀手扔出去了 瞬间就能扭转局面 转为云安 但这里有个问题 你知道这个冷兵器时代 兵器脱手是兵家大计 你拿这个兵器上战场 你如果掉了 你如果掉了这个兵器 那你就是命就丢了 所以我们今天你看武术比赛 武术比赛到今天 你的所用的器械 一旦脱手 你这一局就没分了 就等于失败了 那过去在古代也是这样 两军相战 你的兵器丢了 或者说你的兵器向别人投出去了 那也就是今天拍电影 所以 杀手简呢 肯定不如杀手简那样 从道理上成立 我们老说 凡事都得留一个道理 我们说过吗 历史没有真相 只残存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简呢 由于它看着不凶猛 但是在使用起来呢 这个 它能达到立顿兵器的所有的特征 让你见血 又给你造成严重的内伤 所以它有杀手简之称 杀手简 依我看是一个误传 那么立顿兼修 还有什么兵器 还有斧 斧这种兵器啊 正规矩 使用的不多 斧比较短 长斧是非常少见的 兵器中 使用斧 是英雄人物的下限 斧的形象不是太好 所以我们生活中常说 这人叫三班斧 对吧 三班斧呢 说起来还是马战斧 是长斧 相传为程耀金所用 据说这个 程耀金呢 这个在说唐的 这个故事源于说唐的 这书中说 程耀金在梦中啊 遭遇了他的师父 学这个斧头的各种技法 斧头的技法非常复杂 一会儿我们会说 那么学得正高兴的时候 被人叫醒了 就学了三招 所以叫三班斧 第一招是什么呢 拼脑袋 第二招呢 鬼剃牙 第三招呢 掏耳朵 我听了这事都跟斧 没什么关系 我小时候啊 就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三班斧 但究竟这三班斧 是怎么回事呢 不清楚 我什么时候清楚这三班斧 我有一天恍然大悟 这一年呢 大概是1972年 1972年我17岁 我到北京的密云水库 水库很有意思 水库啊 它山上有很多林业队 每个林业队里呢 就十几二十个人 大的有二十个人 小的就十几个人 七百个人 形成一个小份围 他们当时住在山里头呢 都没有家属 每个月有一回回家的时间 今天我们 由于交通便利 觉得上密云开车 一个多小时 两小时就到了 当时基本上就得半天到一天 才能回到城里 我有表哥 就在那住着 我就找他去玩 夏天 夏天去玩的时候 就在那住 一住呢 住一下天 在山里头啊 摘三枣 打野兔啊 这个绿化队的人呢 都比我大不了 十岁八岁 我那时候十七岁 他们也就是二十多岁 都血气方刚 其中呢 有一个人啊 有一个人 放大腰圆啊 走道外风 另外有一个人呢 是做火肤的 给大家做饭的 但他从小习武 两个人有一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语不和 就翻脸了 然后这 这个 这绑大腰圆的呢 就冲进了 这个火房 拎起那砍柴的斧子 就冲出来了 这火肤呢 就不屑他 因为他从小练武嘛 他心说你难以斧子 我就怕你了 然后呢 这个绑大腰圆的人 冲出来的时候 抡圆了就是一幅 火肤轻松的躲开 他就一个跟头 就在地上 然后他翻身起来 又是一幅 这火肤又一躲 又一个跟头 在地上 第三线翻起来的时候 又一幅 他又躲开了 三幅以后 这兄弟就在地上啊 躺在那 呼吱呼吱带喘 一点力气都没有 这力量就彻底被卸掉了 我那天突然就明白 什么叫三板斧 因为斧子比较重 一个人如果全身的力气都 集中于一斧 一旦失空 就是操纵 操纵有物 没有砍中东西 你砍中东西 你的力有反弹 你没有砍中东西 你的力气就全部卸出去了 三下以后 这人就剩的躺在地上 呼呼喘气了 然后那个火肤还拿脚 踢了他两下 说以后别打架 说没有能耐就别打架 那天啊 让我理解了什么叫三板斧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斧子啊 没那么好用 关于斧子的使用 有多种手法 兵家 至少总结了十种 我跟大家聊一聊 第一种叫批 这谁都会 批柴嘛 我都批过 第二种叫砍 你说这砍和批不是一样吗 还就真不一样 我们的语言严谨 批是指垂直向下 立刃向下 一批为二 批柴 砍呢 是斜向的 比如我们砍柴 砍柴和批柴完全不一样 是斜向的 所以批和砍 它的差异性 就是角度不同 第三是什么 剁 你说这剁不还是批 还是砍吗 不 剁是急速而短促 剁过肉吧 剁饺子馅吧 你不能 砍这么多 砍这么一下 你这饺子馅剁完 你也就完了 剁是要急速而短促的 这个有控制的 批是长的 一下子就要灌到底 而剁呢 是短的 要有节制 要有收的动作 不要把力气全部用完 这劲儿得匀着 所以你看剁饺子馅 现在好像没什么人剁饺子馅了 也听不见 我小时候 经常听这楼道里 有人剁饺子馅 就说人家要吃饺子了 所以这个剁 就是不能把力气都卸光 四是什么呢 是 low 这low很容易理解 就是做一个圆弧运动 往回来 这low 往回low 所以有横扫千军 如卷席之说 五 是节 节获的节 比如low 是主动的 节是被动的 是把对方的力量截断 所以在low和节之间 一个主动 一个被动 所以节也是把别人的力量卸掉 第六 撩 撩很容易理解 撩都是由下即上的 比如你撩水 对吧 你撩水一定是由下往上撩 撩呢 对于斧子来说 它一定要做一个圆弧 由下即上的一个动作 我们今天呢 还流行一新词 叫撩妹 不知道你懂不懂 我是刚学的 第七就有意思了 这字叫云 云山物照 云里物里 我们太极有一个动作 叫云手 这个云手啊 非常复杂 看着不怎么使劲 力量极大 柔中带刚 它是一个柔的动作 非常柔的动作 但是打击对方的时候 力量非常的大 所以柔呢 是指这个控制这斧子的时候 或者是兵器的时候 是晃晃悠悠 晃晃悠悠 那对方觉得这事 没什么可怕的 但是可能藏有极大的杀伤力 它的目的呢 云的目的是迷惑对方 你看今天啊 科技上都是云 一片云 阿里云 百度云 云计算 干什么 云你 第八就是骗 这骗有意思 我们生活中说骗是什么呢 刀削面算骗 切萝卜片 骗 骗是迅速的 把它擦着边 这叫骗 批呢 一定是正中 你说我们去批柴 你不能贴着边一边边的批 正中一批为二 力量和关注点 都是在中心点 而骗呢 擦边的 一下给你一下 试一下 这叫骗 第九是推 推应该是一个被动的抵挡动作 就是你我拿一个斧子 我推你没啥意思 推就是抵挡一下 这时候就不一定利用它的刃了 最后一个 十 很有意思 这东西叫支 支起来的支 推呢 是用 这个动态抵挡 就是你过来我一推你 这叫动态抵挡 支呢 是用静态的 我只要一扛住了 你碰到这就动不了了 所以支住的时候 扛过来白扛 这是以静制动 那么斧子的这个 十种使用方法 就是兵器的使用方法 它处类旁通 这十种方法 我们仅从字面上 就可以理解 我们刚才讲了 这十个字 讲完了以后 大家仔细想 都跟你生活中有关 比如撩 它有关 游下其上 坎安 坎安 P都很清晰 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功能 我们讲利盾兼修 实际上涉及到很多哲学问题 你比如你拿到兵器 是利器好 还是盾器好 还是利盾兼修好 关键在于你使用的一个方法 和你的能力 你使用利兵器 你的目的明确 你使用盾兵器 你的目的也明确 你使用利盾兼修的像简这样的兵器 你的目的依然是明确的 问题是你自己的使用能力 我们使用兵器呢 你利大的和你灵巧的人 你选择就应该有所不同 比如你利大的人 就可以使用盾兵器 李逵 对吧 这个石斧 都是这种粗人 粗人石斧啊 所以我刚才说了 石斧是好人的下限 就是你使用斧子是好人的下限 再使用其他的兵器就有问题了 比如你使用这抓就有问题了 那么兵器和人之间 在我们的历史上形成了很复杂的一些关系 很多人跟他的兵器是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我们讲了 秦琼跟简联系在一起 这个玉驰公跟鞭联系在一起 胡彦卓也是跟鞭联系在一起 比如罗承 罗家枪跟枪联系在一起 月云跟锤联系在一起 他这个兵器跟人之间 或者说我们的文学塑造中 他跟他人之间是有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由于这个兵器的出现 把这个人塑造起来呢 就变得容易成功 那比如玉驰公 玉驰公拎着鞭冲上去 单鞭救主 这就对了 如果他拎着刀冲上去 那感觉就不对了 如果他拎着箭冲上去了 那就不就成了梁朝伟了 所以他有一种感觉 我们看过卧虎藏龙 这个周润发演的这个 还有张子怡是吧 都是拿箭 在那儿在这个竹梢上 那是看电影 这种都是一种表演 包括后来的张艺谋拍的英雄 都是拿箭 箭极具表演能力 但它没有什么杀伤力 它只是给你在电影中显得好看 如果我们电影中 你想卧虎藏龙 你想英雄 这些人物出场 都拎着个锤 拎着个剪 样子就不好看 所以我们今天的影视表现中 尽量的去美化了箭 美化了刀 就我们说这个像秀春刀这样的 那刀都非常华丽 好像这刀里头非常漂亮 但是它禁不住你一锤一锦 我们三期讲了冷兵器时代的力兵器 顿兵器和力顿兼修的兵器 实际上兵器中我们有很多没有涉及到 比如发射兵器 手推弓箭和弩机 它是加强人的功能 我们的所有的操纵的 直接操纵的兵器 不管是长的还是短的 无非就是把你的手臂加长 但这种发射出去的兵器 它有不可预测的杀伤力 我们有机会会讲弓箭 再有呢 就是一种软兵器 什么叫软兵器呢 比如流星锤 三阶棍 二阶边 这些都属于软兵器 它是软硬兼修的 我们都知道流星锤 在一个铁链 或者是一个软绳中 武动如流星一般 非常难抵抗 为什么呢 就是你抵抗它的时候 它会改变方向 比如枪 它冲你刺过来的时候 你扒了开 这就刺不住你 刀砍上来的时候 你挡住 它就砍不下你 但流星锤不可以 你第一扒了不开它 第二呢 当你挡它的时候 它会迅速改变方向 击打你 所以这些兵器 还包括暗器 暗器我们讲过 绣剑 比如有二人夺 等等 这些兵器